Hitex 一起打造台灣售票平台的鏡頭 好 我應該要打開這個presentation 好 好 那因為我們 不好意思 那今天因為我們的專案是剛孵化的 所以比較focus在討論 實作性質 然後最小可能性 那我們討論出來的最小可能性 要先實作出就是匿名交易的票券系統 那金流的話我們就採用去借價金保管 那整體交易實作的話就是 賣家先提出就是說他們有票券 那中間藉由這個價金保管 就是我們會藉由超商圖超商的方式 或是直接寄給賣方的方式 然後去交流這個票券 然後中間會先圈囤那個賣家的錢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整個活動演唱會 然後結束之後我們的賣家回報說 確實可以進入我們的演唱會 然後才會去做交款動作 那今天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討論這個 7Lens的問題 那很感謝就是有很多人來討論 就是提供一個想法就是說 可能用Web3的方式啊 或者是DID的方式 或是使用個ALTP的方式 那這邊我覺得最有趣就是 Cloud有提出一個就是生物辨識 辨證的方式就是採一個指紋關節的方式 去辨證它是一個真人 那它想法就是說先使用者會去拍我們 手部的這個手指下面這個關節這個地方 然後去採揮揮接的方式 然後去取樣 然後去最後產生出一個Token方式 然後去辨別就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確認就是真實的一個人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還有就是找到一個新的陸坑伙伴就是Cloud 那今天成果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